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种地规的用法就是用地规替代多重循环 那我们就可以提到一个N皇后问题了 N皇后问题说的就是输入整数N 要你求N个国际象棋的皇后摆在一个N乘N的棋盘上 让他们互相不能攻击 要求你输出全部的方案 那我们前面提到过8皇后问题 对吧 8个皇后摆在8乘8的国际象棋棋盘上面 那皇后可以直 横着吃 竖着吃 还有斜着吃 对吧 我们要求皇后之间不复权攻击 要你输出所有摆放皇后的方案 这是经典的8皇后问题 那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是用8层循环来解决的 对吧 那问题是现在我们已经变成N皇后问题 那你就说我用N层循环解决好了 问题是这个题目里面N它不固定啊 你没有办法写重述不固定的循环 对吧 你要确定是四重循环你就写四重循环 你不知道它一会是三环后 一会是五环后 那你没办法你的程序一会是三重循环 一会是四重循环 不可能 对吧 当然你可以按照最大的那个重数来写 那反正很啰嗦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可以用地规来替代多重循环了 实际上地规本身就能够起到替代循环的作用 有的程序设计语言它甚至没有循环 它只有地规这种极致 比方说 LISP 一个很古老的程序设计语言 它里面就只有这个地规 它没有循环 那它一样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当你需要用一个循环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地规来实现它 下面来看看怎么做的啊 我们总而言之不能写N重循环 对吧 所以我们就用地规来解决 这个是题目的样子 输入一个正能数N 输出N皇后问题的全部摆法 是吧 那你输出的结果 每一行就代表一种摆法 行里面第i个数字就表示 第i皇后 行的皇后应该放在第几列 对吧 比如说你来一个输入一个4 就是4皇后有几种摆法 那它有两种摆法 就是两个皇后分 4个皇后分别摆在2413这一列 这是一种摆法 是吧 那第二种摆法就是 4个皇后分别摆在314 这么几列 是吧 当然它们分别摆在4行 那是肯定的 好 接下来咱们看看 这个N皇后的程序是怎么写的 好 一开始我们定义一个全局变量N 就表示我们有N个皇后要摆放 然后我们有一个全局数组 叫做queen position 最多是100个元素 那我们假设 这个问题里面的皇后数目量 不会超过100吧 queen position i就表示第i行的皇后应该放在哪一列 对吧 每一行你必须摆一个皇后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含列号都是从0开始算的 然后我们又写了一个N queen k这样一个函数 那这是一个地规行数 它用来解决整个问题的 那么N queen k表示什么 就表示 假定在第0行到第k减一行的皇后 都已经摆好的前提下 我们接下来要从第k行开始往后摆放皇后 直到把N的皇后全放好 这个定有点复杂 等会再会再讲 那总而言之在may里面我们一开始就读录一个N 然后就执行N queen 0 这就OK了 N queen 0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要从第0行开始摆放皇后 直到把N的皇后都摆好了 就这个意思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N queen k N queen这个行数的写法 对吧 它的仓数是k 强调一下啊 N queen k表示什么 就表示 在0到k减一行皇后已经摆好的前提下 我们要摆放第k行及其后面的皇后 注意了 当N queen k被调用的时候 我们认为 从第0行到 第k减一行的皇后 都已经摆好 摆妥当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要从第k行开始 皇后摆 那首先我们就判断一下k是不是等于N 如果k等于N 那说明什么 说明N个皇后都已经摆好了 对吧 因为你从第0行到第k减一行的皇后 一共有N个都已经摆好了嘛 那既然N个皇后都已经摆好了 那我们肯定就不用再去试图摆放新的皇后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摆好的那些皇后的位置给他输出就行了 那么那些皇后摆好的位置放在哪呢 前面说了 放在queen position这个数组里面 queen position i就表示第i行的那个皇后 所放的这个列号 那现在我们就便利这个queen position这个数组 下标从0一直走到N-1 正好就是N个皇后 然后我们把queen position i加1给他输出就完了 对吧 因为我们程序里面列号是从0开始算的 而输出的结果里面列号必须从1开始算 所以我们输出后加1 然后输出一个换行 这就是一种方案被输出了 N皇后可能有很多种方案对吧 然后return就完了是吧 不用再去摆放新的皇后了 那要是N不等于 K不等于N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程序就会走到这对吧 K不等于N的话程序就会走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摆放DK行及其后的皇后 那首先你要解决的是DK行的皇后摆在哪 那怎么摆呢 我们就试一下呗 DK行的皇后有多少个位置可以选择 自然有N个位置可以选择 对吧 那我们就要每个位置都看过去 我们把DK行的皇后摆在这到底行 还是不行 对吧 注意你每一个位置都要试 因为你要输出所有的解 那么DK行的皇后 把合适的摆放位置可能有不止一个 所以你要每个位置都要试过去 不能够遗漏 那怎么试呢 那当然就是便利DK行皇后所有可能的位置 I 这个I呢当然就从0开始一直到N-1 是吧 那对每一个位置I 我们要判断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可行 那怎么判断呢 当然对位置I就是列I嘛 你就要判断DK行的这个皇后 如果摆在列I 我们看看 他跟前面已经摆好的 D0行到DK-1行的皇后 他们会不会冲突 不会就做这个事情 是吧 不冲突我们就能够摆在这 冲突我们就不能摆在这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察 前面的D0行到DK-1行的那些个皇后 对吧 所以就forG等于0 G小1k G加加加 这个G就表示前面摆好的DK行的那个皇后 总之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是要和已经摆好的K个皇后的位置 比较看是否冲突 对吧 那现在好 我们是把DK行的皇后摆在DI列 那我们看看前面 DJ行的皇后 他摆的列号是queen position g 为什么会摆在queen position g 我们等会后面能够看到啊 总而言之 DJ行的皇后摆在queen position g 那我们看看这两列是不是相同 这两列是相同的自然就冲突了 对吧 那如果这两列不相同也有可能冲突 因为这两个皇后可能斜着对角线那种方式能够吃到对吧 那斜着能够吃到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两个皇后 它的韩的差的绝对值和列的差的绝对值相同 那就说明他们能够斜着吃到 好 那现在这个queen position g-i 自然就是DK行的皇后和DJ行的皇后 他们的列之差对吧 那我们取个绝对值 那DK行皇后和DJ行皇后的韩之差自然就是k-g 对吧 我们也取个绝对值 如果这两个绝对值相等的话 就说明你把DK行的皇后摆在 摆在i这个位置 它会跟DJ行的皇后冲突 对吧 那总而言之上面这个条件就是冲突的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了 那我们就break了 break就意味着什么 break 从内存情况break 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去看下一个皇后了 对吧 它跟前面有一个皇后冲突 那就冲突了 我们不要再去看看它跟别的皇后有没有冲突 对吧 所以直接就可以break出来就表示冲突了 好 总之这一块这个循环是来判断 我们把DK行这个皇后摆在i这个位置 到底是不是可行的 对吧 这个循环执行完的话 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判断了 对吧 循环执行完就走到这 怎么做出一个判断呢 我们就看看J是不是等于k 呃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块break出来了 那 J 它肯定就不会等于k了 对吧 如果这个循环没有被break 那就会 J一直加加一直加到k 然后循环结束 对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循环外面来判断 J是不是等于k 就知道 有没有执行过break 如果J等于k就说明没有执行过break 没有执行过break 就说明当前我们选的这个dk行的位置i 跟它前面所有的皇后都没有冲突 那既然不冲突的话 我就可以把dk行的皇后摆在di列 对吧 那我既然可以这么做 我就把我就这么做了 并且把这事情记下来 就是queenpositionk等于i 这就是把dk的皇后摆放在位置i 好了 这时候dk行的皇后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调用queenk加1 去干嘛 去从dk加1行开始再去摆放 剩下的皇后 对吧 那么我们说你要从dk加1行 开始摆放后续的皇后 有一个前提 就是从d0行到dk行的皇后 都已经摆放颇大 那这个前提是答到了呢 是答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初在执行nqueenk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假设从d0行到dk-1行都摆完了 对吧 然后在执行nqueenk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执行了queenpositionk等于i 这时候我又把dk行的皇后 给它摆放妥当了 那当然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调用nqueenk加1 从dk加1行再去开始摆放皇后了 对吧 那这就是d归了 那么在这个d归的过程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前面看到的 当k等于n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帝归了 k等于n就说明什么 前面都0到k-1行的皇后 一共有n个全部都摆放完了 那我们就把它的摆放的位置 每一行摆放的位置都给它输出 不就得了对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nqueen0一被调用 最后就能输出所有的解 我们看到这里能输出某一组解 还可以理解对吧 那为什么它会输出所有的解呢 那归根到底就是因为 对每一行的那个皇后 它所有可能的位置 我们都去进行了尝试 归根到底它就跟一个n重循环一样 就每一行的每一个皇后的所有的位置的组合 我们都试过了对吧 你看在这里我们要对dk的皇后 研究他摆放位置的时候 我是所有可能位置都试的 这个i是从0一直走到这个n-1的 对吧 那么对于某一个i 只要它不冲突 我就会把它放到这个nqueen position k里面 queen position k里面 然后再去做一个尝试 那么也就是说 当初你可以这样想 比如说i等于0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冲突 dk行的位置可以摆在0这个位置 那我就会把queen position k 制成0 然后在此前提下 就调用nqueen k加1 再接着往后摆 对吧 那这个nqueen k加1 返回以后 这个低回行数会返回的 这个低回行数返回以后 这程序又往哪走呢 当然就回到了这个 这个for循环对吧 回到这个for循环 然后i就变成1了 i就变成1呢 如果摆放在1这个位置也不冲突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还会走到这个queen position k等于1 这个时候dk行的皇后就是摆在位置1 然后再接着下去 再接下去摆放从k加1到后面的这个皇后 对吧 这个函数返回以后 又会回到了这个for循环这里 然后我们就i等于2 然后呢 i等于2如果不冲突 我们就又会把这个dk行的皇后的位置设置成2 然后再接着后续摆下去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dk行数实际上是便利了所有的皇后的摆放情况 它就跟一个完全的n重循环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来分析一下啊 这个nqueen函数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比方说我们要解决一个四皇后问题啊 四皇后问题的答案就像刚才前面看到的这样啊 四皇后问题有两种摆放这个皇后的合法方案 那我们要把这两组解都给它输出出来 那四皇后问题我们在may里面一样是执行nqueen凌 只不过这个时候n是等于4对吧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nqueen凌 它是怎么开始往下执行最终能够输出两组正确的解的 那那一开始这个k就是等于0 k等于0的话啊这里不走 然后然后就会走到这个循环这里对吧 然后就尝试摆放第0个皇后的位置 那第0个皇后位置是从第0列开始试的 那很显然第0列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前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皇后嘛 这个循环呃不会判断说跟前面的皇后冲突 那那么成绪就会走到这这个条件为处对吧 然后就会执行queen position k等于i 这时候k等于0 i也等于0 这时候第0含的皇后就放在了第0列 然后再执行nqueen k加1 那这时候不就是去递规调用自己 调用的参数就是1对吧 执行nqueen1 那我们再进到这个nqueen这个函数里面来 这时候k是1 那k是1的话呢 照样走着走着的话 当i得0的时候很显然跟第0含的皇后冲突了不可能 然后i得1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循环也能判出来 他跟第0含的那个第0列的皇后是斜的能够吃到 所以也不行 那么当i等于2的时候 i等于2的时候 这个判断这个循环里面判断不会跟前面的第0含皇后冲突 因此说我们程序就会走这 就是nqueen position k等于i 这个时候呢k是1 对吧 i是2 现在就把第一行的皇后摆在了这个第二列的这个位置 那行列都从0开始算的啊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了这个nqueen k加1 这时候k等于1嘛 这下就执行nqueen2 对吧 地规调用自己执行nqueen2 然后我们就进到再次进到这个函数里面来 这个时候k是等于2的 那k等于2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第二行的皇后的摆放位置 那你会发现摆在第0列也不行 摆在第一列也不行 因为那个三一行的皇后摆在了第二列对吧 那你摆在第一列跟摆在第二列那个三一行的皇后就会斜的吃到 然后你摆在第三列同样也不行 他还会跟那个第一行的皇后互相会吃到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 当k等于2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会走这个nqueen position k等于i的 对吧 而是 而是在这个整个整个循环执行完以后 我们都没有地规调用nqueen这个3 对吧 而是直接就返回了 那这时候你返回到底返回到哪了呢 那在这个第0行的皇后摆放在第0列 第一行的皇后摆放在第二列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第二行的皇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也就是说当k等于k等于2的时候 程序是不会执行这一块的 也就是说没地方可以放这个第二行的 呃 皇后了 而是直接在这返回了 那返回到哪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当初是在什么地方调用nqueen2的 对吧 很显然当初是在k等于1的时候 程序走到了这 然后 在这里调用了nqueen2 那么这个nqueen2返回以后 程序应该还回到这再接着往下执行 对吧 注意这个时候k等于1的 是不是啊 k等于1 然后这里调用nqueen2 nqueen2返回了 没有为第二行的皇后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 程序接着往下走 程序接着往下走 这时候k是等于1的啊 因为回到了k等于1 k等于1那一层 行数调用 这时候程序接着往下走 会走到哪呢 那当然就是又走到了这个循环 对吧 当初我们k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第一行的皇后摆在哪呢 k等于1的时候 我们当初说这里执行了queenpositionk等于2 对吧 把第一行的皇后摆放在第二列了 然后再执行了nqueen2 现在nqueen2失败了 然后返回了 那接着往下来 会走到这个循环 那这个时候i就已经要变成什么了 i就要变成3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把 就会看 把第一行的皇后摆放在第三列这个位置 会不会冲突 那当然不会冲突 对吧 不会冲突 于是呢又会走到这块 那程序又走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k是多少啊 这时候k是1 这时候s多少呢 这时候s3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第一行的皇后摆在第三列的位置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nqueenk加1 也就是nqueen2 为第二行的皇后去找位置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然后接下来你找第二行皇后的时候 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 但是在你找第三行皇后的位置的时候 你找不到了 于是就程序一层层往上返回 直到会推翻 在一直返回到什么 一直返回到这个k等于0的那一层 k等于0的那一层 当初当初我们把低0行的皇后摆放在低0列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试过了 不管层没层我们都试过了 最后程序还会回到这 然后就i就变成1 然后我们就会尝试着要把低0行的皇后摆在第一列 然后再往下做 总之这个程序它是会对每所有行的皇后的所有列的组合 都会考虑到的 那也就是说每一行都有这个n种选择 一共有n行 一共就有n的n之旁这么多种组合 对吧 它会便利到 它会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 在有的可能的情况 那么程序就会走到这 那就能输出一个结果了 在有的情况呢 就走不到这就不会输出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跟一个n重的循环是一样的